李旦和黑尾匠离婚风波以来,大多数人对黑尾匠也特别好奇,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,可以让不婚主义的李旦与之结婚。 今天我们来深巴一下黑尾匠到底什么来头。 黑尾匠的名字叫陈典,之所以叫黑尾匠,是她自己起的一名而已。 陈典出生于四川,妥妥的美女一枚,而且家庭条件优渥,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,可以称得上是白富美。 而鲜为人知的是,陈典毕业于军艺学校舞蹈系05级学员,更是被号称军营之花,和演员徐璐,杨阳是同学,还与沈腾是校友。 陈典还上过央视,还曾随团去国外演出,陈典在军艺里一待就是5年,陈典毕业后被分到四川省武警文工团做领舞,本来前途一片大好。 但在2015年她却选择退伍了,和别的网红不同,黑尾将天生励志,但也个性不羁,非常喜欢自由,所以她一没选择跳舞,二没选择演戏,而是开启了网店。 当起了网红,风格跟学生时代迥然不同,稳手臂,在网上自黑搞怪,还发过大尺度照片,而且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黑尾将居然喜欢上了李旦,主动追求的他。 要知道李旦的颜值可不是大帅哥,两人恩爱有加,还于2018年结婚,而黑尾将被曝出亲日,也不是一次两次,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,还有他发布的找到了想要的婚纱,相当喜爱。 引起公愤的是,陈点在家直播期间,曝光了他家中一副东亚病夫的牌匾,这下,陈点被推上了风口浪尖,连李旦也跟着一起挨骂,陈点租用民宿拍照,但却未告知老板,老板一怒之下,将这件事公之于众,虽然陈点事后道歉,但也没有获得大众的谅解。 在大家的舆论之下,他不得不关闭了网店,而李旦则不同,他总说他的梦想是当一位诗人,满腹才华,虽然落寞了一段时间,但靠着吐槽大会,李旦走进了大众的视野,他成名了。 后来李旦自己开公司,成为了老板,就像李旦调侃的那样,结婚时还没想明白就结婚了,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三年, 其实,两个人不管是从日常动态,还是相处,都是很般配的,只不过公众人物这四个字,重量实在是太大了,如果不仅言慎行,就会成为第二个张哲瀚,黑尾匠的故事告诉大家, 你不注意公众形象,就会有别人注意你的言行举止,既然,已经走上了从意的这条路,就要有规则意识,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段婚姻呢? 你同情黑尾匠吗?欢迎留言进行互动,我们评论区